哈喽大家好 我是凉兄 前几天我发布了一个关于iosvpn的破解教程 然后就给网友来特别人问我 怎么样才能下载到ios系统的vpn呀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有些人还没有注册过国外地区的苹果id 也不知道中国大陆的苹果id和国外的苹果id有什么区别 注册了之后 也不知道如何去完善账号信息 然后去下载到国外的ios软件 例如很多全球各地公司发布的一些好用的vpn软件 因为这种原因呢 是无法在中国大陆的苹果应用商店等于上架的 那如果没有国外的苹果id的话 肯定是搜索不到也下载不到的 对吧 所以呢 我现在特意重新制作并公开了这些很久以前我就发布过的视频 为了大家更详细的理解 视频中我新加了很多文字详细说明 先让大家掏出苹果手机 跟着我的步骤 一起来免费搜索一个属于自己的外国地区的苹果系统账号吧 本期视频我会以注册美国区的appleid为例 如果大家有美区的苹果id的话 大家也可以按照此方法去注册其他国家地区的苹果id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鱼大乐的分享时间 今天给大家分享 如何用自己的手机号免费注册美国地区的appleid 不需要绑定visa信用卡 即可下载外国平台的所有app 例如外国平台的游戏和社交媒体软件等等 自己注册好的美区app还可以随时分享账号给朋友登录使用 本期视频会以小火箭shadowrack和youtube这两个app为例 来演示美区的苹果id成功注册和使用的过程 所有的步骤非常小细 看完你也能学会 后期我会每周多更新几期视频 给大家分享更多实用又有趣的科技信息 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 谢谢 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们先用浏览器 搜索 进入到苹果公司的官方网页 然后滑到首页网页的最底下 找到管理里的appleid选项 点击之后就进入到了苹果账号的管理页面 点击创建您的appleid 这里需要我们按步骤依次填写好个人的信息 国家地区这个选项 我们选择美国 填写一下自己的生日 注册id的信息尽量都填写自己真实的 这样注册好的apple账号比较安全 丢失了也能找回来 这里需要填写一个自己可以正常使用的邮箱 例如qu邮箱 网易邮箱 谷歌邮箱等等 只要能接收到官方发过来的验证码就行 下一个选项 设置好appleid的密码 密码要求是大小写字母加数字 组合到八个字符以上就可以 密码中最好别带有名字拼音或者是绑定id的手机号 不然官方检测到之后会要求我们重新填写 填写手机号前先找到自己的国家区号 我们中国人就找中国大陆加86 填写自己的手机号 待会需要用到这个手机号接验证码 最后再填一个网页的图形验证码 填好直接提交就行了 网页提示图形验证码填错了 我重新再填一下 这里官方会马上发一个验证码到个人邮箱 填写好接收到的验证码 继续下一步 再填写验证码验证一下手机号码是否可用 最后再点击继续按钮 然后账号就注写好可以去登录了 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步骤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把iPhone手机上原有的Apple ID 退出登录 然后填写正确的账号密码 登录我们刚才注写好的美国区的Apple ID 苹果ID 苹果ID第一次登录会验证一下手机号码 验证好登录苹果账号之后 有一个条款提示 点击同意就可以 最后验证一下手机的锁屏密码 现在美区的Apple ID就登录成功了 之后我们打开苹果的软件商店 它会自动识别账号转到美国地区 现在我们就可以下载到苹果商店的国外版App了 一路我们搜索一个用来科学上网的小火箭 这个软件不是免费的 要支付三美金 我们进一步验证一下Apple ID信息 才能进行充值和消费 不然连其他免费的软件也无法下载到 第一次在苹果商店下载软件 系统会提示我们没有用这个Apple ID 在Items平台登录过 我们需要点击review按钮 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这里同意一下美国地区用户的使用条约 点击last进入到下一步 这里我们需要填写美国地区的地址 地址上面的信息我们不用管 我们现在去网上获取一个美国地区的虚拟地址 还有虚拟号码等等 我们进入到美国地址生产器的网站 可以马上免费获取到很多随期生产的美国地址 这里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免税地址 如果不知道哪些美国地区是免税的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例如我现在选择的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就是免税的 这个时候点击随期生成地址的按钮 就可以获取到很多美国地区的免税地址 现在我们把美国地址 邮编和电话这三个信息都填写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网页后面还生成了很多信息不需要用的 手机上有一个zip的选项 把网页上对应的油片填写到这个选项里就可以了 最后需要填写一下手机号 前三位填在第一个方框当中 另外的半位数填写在后面的方框当中 大家注意前面的三位数 是填三个数字 并不需要把加号填进去 填写好之后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里系统提示我们只需要填七位数的号码 那我去把号码最后面的一位数字删掉试一下 再点击下一步就会提示我们验证完成 现在可以体验Apple ID的所有的服务了 下载这个Shadowrock的软件 需要先充值三美元到这个Apple Store的账号里面 点击进入到兑换礼品卡或者代码的选项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购买礼品卡兑换三美金充值到这个Apple ID里面 不需要绑定国外的信用卡 我们可以在淘宝上搜索一下美国礼品卡 选择一个我们能充值三美元的商品下单即可 这一类的虚领商品商家一般都会设定自动发货 很容易买到 点击商家发过来的链接就可以获取到三美元的礼品卡兑换代码 我们照这个方框里的代码完整输入即可 确认无误后点击右上角的兑换按钮 我刚才重复点了一次兑换 这个弹出来的错误提示信息不用管 系统提示我们成功充值好了三美元 在Apple ID的账号主页可以看到我们的余额还剩三美元 现在我们再来搜索一下小火键直接付费去下载它 点击购买按钮 输入一下Apple ID的密码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中载加载连接到服务器获取软件 OK下载好了点击open直接可以打开软件使用 这里需要给一下Shadowrock的网络连接权限 点击允许 进入到小火键的软件界面 我们简单设置一下 进入到订阅选项 打开自动更新订阅 还有按PIN自动排名 这样我们就能获取到最新最快的科学上网节点 在配置文件界面 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按钮 添加一个科学上网的机场订阅链接 这个YouTube视频的简介区中有我自己常用的机场路口 不需要科学上网即可进入那个平台获取订阅链接 年费也才100多块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网速又快又稳 感兴趣的可以进去看一下 我这边添加订阅链接之后 或许到很多节点可以使用 现在我随便连接一个来试一下 一如我现在搜索进入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平台YouTube 可以通过网页直接搜索到YouTube平台的视频观看 一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视频 厕所地平线是这个游戏的视频来看一下 YouTube推荐给大家的视频都特别的个性化 厕所的结果也非常准确 我再随便选择一个播放看一下 如果不想在网页上观看 我们手机登录美区的Apple ID之后 可以直接搜索到YouTube的软件 免费下载 下载好了 我们打开软件来看一下 给一下YouTube的联网权限 可以先不登录 正好以游客的身份观看视频 登录美国地区的Apple ID之后 国外很多的大型媒体软件 或者是外服游戏 都可以随时下载体验 后面我还会分享更多大家感兴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